讓我們歡迎國際超級武打巨星 生子丹丹哥 還有他最美麗的夫人施施姐 有請各位 兩旁的朋友 我們要準備一個大師兄問號 好 準備囉 李正 敬禮 李正 敬禮 太棒了 再來一次 李正 敬禮 大師兄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讓大師兄先到我們台交區 跟夫人 讓媒體朋友來捕捉一下 等一下靠近一點 但看得出來我們的這個陣仗 實在是太擁擠了 包括我們媒體大哥 大家幸福了 好 丹哥的努力 好 我聽到一些金釣尖 應該是有金釣的接觸對不對 好 如果前方的 我們的直播的朋友 有需要的也要喊一下丹哥 搞不好他就過來給你們 對啊 這次來到台北 有沒有再次感受到台灣移民的熱情 當然有 我每一次來都非常開心的 不想離開 是不是 基本上整個故事說 我作為一個老師 怎麼影響 怎麼去鼓勵 那幾個小孩 對 每個小孩 他背後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 對 然後有一個是香港 土生的一個 外國人 巴基斯坦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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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他滿口都是寶東話 是 然後他從小是喜歡 當一個歌星 對 但是他因為他的 身份 身份跟他的風色 他沒有自信 對 然後有一場戲 我是在香港的一個金釣局 就好像現在這個西門林 是是 帶他去看街頭的表演 對 然後就跟他說 你 你那麼愛唱歌的話 你從這裡開始 這裡開始找到自己的那個資訊 是 然後我就 示範 示範 給他一個好好的位置 就跟他說 我可以 你都可以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就是一看一種 太棒 子丹哥快把整部電影講完了 一部分 一部分 對 你這樣講我就覺得那個場面 特別像今天 就是在一個公開的地方 那這個老師呢 為了要鼓勵那個巴基斯坦的同學 他不敢唱 他先唱 你還記得你唱的什麼嗎 那首歌 我們台灣的朋友很熟的 看 是小齊的一個 一個歌嗎 對 對面的女孩看過奶 帶我來 看過來 這裡的表演 很精彩 請不要對我 不理不睬 對 你們怎麼都傻住了 他也蠻好cue的 還沒有cue他就開始 對 謝謝丹哥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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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